这什么 这好像是矿工 不对 这好像是遇难矿工的亡灵 我的天 这个 这个我惹不起 快走 这边还有狗熊 狗熊这个东西咱们应该 哥 错了 这个东西不是应该可以驯服的吗 它可以吃蜂蜜 吃了我的蜂蜜就是我的狗熊了 沼泽地应该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形之一了 这里边有很多敌对的生物 比如说蟒蛇还有鳄龟什么的 看到没有 这边就有两条蟒蛇 它们向我过来了 这个东西是完全没办法驯服的 遇到这玩意就赶紧跑就对了 虽然敌对的生物有很多 但是我们也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帮手 比如说袋鼠军团 这一次 我为我的世界加入了超过100种生物 它们都有独特的作用 以及不同的生活环境 五种大气冒险矿洞藏着大量未知的生物 26种不同的结构足以丰富我们探索乐趣 那么接下来请跟随南瓜的步伐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中继续冒险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南瓜 欢迎收看我们的新一个系列 冒险之旅 多日不见 甚是想念 十多天没更新啊 但是南瓜也做了很多事啊 首先呢 是这个皮肤 看到没有 非常符合南瓜啊 然后呢 南瓜去整合了一个整合包 这个整合包呢也搞了好多天的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的新一个系列正式开空了 而这个系列呢 应该是会玩很久很久的 哇 这个出生点是真的漂亮呀 我们出生呢 给了一个动物图鉴 看过南瓜探索之旅系列的应该都知道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以看一些生物的信息什么的 但是现在是高版本啊 又加入了很多新的生物 让我们去探索它们 所以这个系列呢 又潮 而且还不会无聊啊 那好了 我们老规矩 先把这个基础的装备什么都做下 挖一些樱花原木 哇 这个樱花地形是真的漂亮呀 先做一把木符 再做一把木稿 咱们就可以连锁采集了 OK 原木差不多了啊 现在呢 我们先探索一下周围这个地形啊 看一下有没有合适安家的地方 哇 这边太漂亮了 看一下下边 下边是一片平原 哇 这边还有很多结构 很多的建筑 这个建筑里边应该是有好东西的啊 我们先下山 这边是一个樱花群系的山丘 由于我们进游戏啊 调试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下午了 我们需要尽快找一张床 我们尽快安家吧 现在食物也没有啊 我们需要过这个河啊 看一下河对面这些建筑 有没有好东西 最好来一个铁套装 那就可以了 嘿嘿 哇 这个水的感觉也不错啊 水下有很多新的生物啊 比如说这个乌龟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河湾啊 这个生物不太多 如果我们去大海里边 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生物的 这边好像是一个凉亭 有食物 我看到了 甜菜跟马铃薯 前边还有胡萝卜 哇 可以啊 我们前期的食物就有着陆了 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应该可以吃一阵子了 多搞点 多搞点 而且这些建筑啊 应该是有很多的 我们之后的食物应该是不用发愁的 看一下里边啊 看一下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 哎呦 这从哪进呀 有没有门 不行啊 哎呀 让开 我们直接挖进去吧 好像是没有门的 来来来 挖进去啊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箱子什么的 我已经看到了床 OK 进来了 好像是没有宝箱的 但是咱们可以把这个床撸走啊 撸一张 OK 这边有门 哇 那这个凉亭好像一个家 对不对 一个新手小屋 但是在这边建家 我觉得不太现实啊 我们先走吧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村庄 这边还有建筑啊 看一下 有没有宝箱什么的 哦 从这边可以上去 上面有一个楼梯 有没有宝箱呀 拿点物资呗 看一下 这边还有个门 这好像是一个瞭望塔 也没有物资 到这边看一下 这应该才是凉亭啊 哇 这个规模还是挺大的 但是还是没有箱子 这些建筑都是特别漂亮的 但是没有箱子 我觉得 哎 那就算了吧 好了 那我们继续出发 哎呦 这边有个霞骨 哎呦我的天 这边还有矿石 但是我们现在就先不下去了吧 我们从今往后啊 我们这个系列 尽可能做的长点 咱们尽可能节奏慢点 要不然每一个系列 玩个几天就没了 我觉得也没有意思 对不对 走了很久很久 太阳都快落山了 但是还是没有发现村庄啊 那我们就先在这边睡一觉吧 明天一早 我们必须要找到村庄 OK 在这个地方就挺好啊 来吧 睡一觉 我发现村庄了 对吧 为什么必须要找到村庄 才能建家 因为我们后期肯定是需要很多村民的 我们如果离到村庄太远 运村民是比较麻烦的 有了这个村庄之后 咱们就可以考虑 在这附近安家了 对不对 哎 你看 下边这边有一大片平原 我觉得在下边安家也不错啊 先搜刮一下村庄里面的物资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什么东西 对吧 如果有铁匠铺就比较好 这边还有个大房子 这个房子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的临时根据地 先看一下有没有箱子什么的 怎么感觉什么都没有呀 来这个大房子这边看一下啊 哎 铁门被封起来了 这什么意思啊 好像是说里边是隔离区 不让我进去 我管你那么多 去装盛饰 里边肯定有好东西啊 我们进去 直接给它拆掉 不过我们现在装备不太行啊 小心一点 哦 里边可以上去 小心点 哎 这怎么到屋顶了呀 我这边可以下去 OK 下去看一下 哎呦 哦 完了 有怪 我走 哎 别别别 还好有这个铁门拦着啊 快走 哎 哦 这下边是一个压力板 拆掉 哎呦 里边真有危险啊 我们现在什么装备都没有 进去肯定是死路一条 这里边应该是一个地牢的结构啊 我们有了装备之后再来探索吧 先来挖些石头吧 我们先进入实际时代再说 OK 实践 实斧 实斧 实斩 实斩 全部都有了 哦 下雨了 来吧 找铁哥 借一点铁用一下 来 大高高 三格高 OK 铁哥还是好啊 我们再把 啊 不是他怎么上去了呀 这 完了 我没看死亡不掉路啊 这村庄在哪呀 完了 我的物资全没了 不能吧 不要这么倒霉行不行 这边有个村庄 好像就是在这边啊 过去看一下 哎 没错 那这个村庄离我们都出生点不太远啊 很不错 来吧 报仇 好 看一下几个铁钉啊 来三个的话 咱们就可以做一个水桶 然后下矿了 四个 那刚刚好啊 这水里边还有四个铁矿 那太好了兄弟们 把这四个铁矿挖了之后 咱们可以做一把铁稿 还可以做一个盾牌 哎 咱们就可以下矿了 不过天快黑了啊 我们挖了铁矿 找个地方先睡觉 先就在这里凑合一碗吧 哦 舒服 雨过天晴 彩虹都出来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找一个矿洞下矿了 我们现在就要找一个矿洞下矿了